嘿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劉南 我想大家應該有點看膩亞洲跟美國的賽事了 今天的實戰首排影片來點不一樣的 下場比賽是我在阿姆斯特湾參加的 M.C.O.P.荷蘭鋪合大師經典賽 那也是每年風車之國最大的一場賽事 但其實也就498位玩家參賽而已 規模並不大 那除了跟本身荷蘭的人口就比較少之外 也跟他們的國家制度有關係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整體環境跟背景 資訊好了 在荷蘭,你只要看到有核寬的賭場,全部都是國營企業 然後這場比賽所舉辦的就是他們最大的一間賭場 叫做Holen Casino 那我跟你們說,荷蘭的賭場是真的一副很不想賺錢的樣子 對因為荷蘭的政府把賭場列為一種國民的休閒娛樂跟社交場所 而不是單純的博弈業 我舉出幾個點好了,大家就會明白了 首先,荷蘭的賭場都弄得還蠻高檔的 不像是美國或者是亞洲的賭場,人人都可以自由的進出 荷蘭的賭場你一進去一律都要身份驗證 那這除了杜絕一些奇怪的分子之外 他們裡面的氣氛裝潢、餐飲服也都是水準之上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一進去賭場 一開始是被擋下來說我服衣不整的 隊友給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是我當時的穿著就是長這樣子 理論上你們該覺得沒什麼問題吧 我又不是穿得特別的邋遢,而且也是長袖長褲 那賭場就問我說是不是來打撲克比賽了 他跟我說平常進出是不能穿休閒服裝的 必須要正裝 只有參加撲克比賽這幾天才特立開放給我們穿休閒服裝 對,就像是我給你們看我穿照片中這樣子黑色的長褲 是運動褲 對,這樣是不行的 你進去你就會看到很多男生其實他們都真的穿著襯衫啊 西裝啊,打領帶啊,女生都穿晚禮服之類的 能很明顯的感覺到很多人真的都是來休閒社交娛樂的 那再來啊,因為你進出都會刷政見對吧 如果你最近在賭場裡面一直輸錢 賭場還會約談你叫你最近不要再來賭博了 沒錯,我一開始聽到就想說這也太搞笑了吧 不知道真的假的,結果荷蘭當地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們裡面啊,才有一個人最近根本就沒輸多少 賭場就直接約談他說你最近啊,輸錢,所以請你先休息一陣子 然後直接就對他進入賭場的次數做下了限制 不讓他隨便進出賭場 沒錯,就是這麼的有趣,而且即使是荷蘭最大的賭場 其實規模也比不上澳門或是美國的Las Vegas 那裡面的Poker Room本身也不大,只有6到8桌 比賽的期間啊,他就是到處塞桌子 除了地下室的遊戲機台區,暫時撤掉放個幾張撲克桌之外 什麼酒吧旁邊的空位啊,餐廳附近的空間區 他就會各放個幾張撲克桌這樣 分成非常多的區域,東拼西湊起來,所以規模也有限 那MCOPR過去主賽的參賽者都在300人左右 這次30周年的紀念賽,498人已經是突破歷史紀錄的 那賽亞比賽的買入是3000歐元大概是10萬台幣左右 其實籌碼是5萬,每一個級別是60分鐘 我是在盲隊級別480,也就是60多個大盲的時候上桌的 但第一發,我達到500,1000的這個級別 一把KK跑出AK之後,馬上又重新買入了第二發 那第二發我上桌的時候是小盲大盲612,也就是40多個大盲的時候 那這場在風車之國最大的荷蘭撲克經典大師賽 打起來的體驗會是怎麼樣呢?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那影片看之前不論你是想要打撲克還是學撲克 所有你想知道的相關撲克資訊全部都在我的官方LINE AT連結在這邊 如果想要了解由我代言全世界最大的撲克平台Nature 8 所有最新優惠福利與加入我的戰隊參與免費回饋活動的朋友 都可以追蹤我的IG跟我的FB粉專以及加入我的DC討論群組 就不會錯過所有的相關資訊啊! 那讓我們回到牌桌上吧! 這我牌是全部的人蓋牌蓋到我在Hydro的位置 看了看我的手牌,我要到了AQ 不同花 Open的2700 我的下家也就是COA 是一個穿著西裝 然後後面的小桌子上有幾個酒杯的中年男子 他選擇了COL 後面人家都蓋牌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P來了KJ10 兩張梅花 直接讓我擊中了天順 也是FLOP的Nuts 那這個翻牌是一個連結性很高 除了有天順的可能之外 也有畫面的機會 如果是對上大門玩家的話 我是可以全範圍下注的 但是對上CO平跟的玩家 我要check還是要下注都可以 那這個FLOP上 如果我的對手是很強的職業玩家的話 我會全範圍的過牌 因為我範圍裡面的 譬如說AA、AK 我也不會想要下注之外 在這麼潮濕的牌面上 我的兩隊跟SET 也不想要下注後 轉牌掉個9、Q、A等一張成順 或者是掉梅花等一張成花的可能 這樣這個牌面本來就很重 對FLOP跟注的範圍 會讓我在轉牌上面check也不是 下注也不是 因此為了讓自己的範圍跟策略 更加的平衡 我對上強的REK 我會全範圍的在翻牌上過牌 但是當我看到我的對手 後面的小凳子上面 有好幾個酒杯 看起來喝了不少 那我就知道他絕對是娛樂玩家 而不是職業玩家對吧 因為根本沒有職業玩家 在打主賽的時候 會一邊喝酒一邊打牌的 那對像娛樂玩家的話 我當然就不用管平衡了 我要下注或者是要track rates都行 那我這邊我手上 是有梅花A的AQ的話 我會選擇下注 一來是我也不怕後面掉花 二來是對方也沒有什麼AX梅花的組合 會在我過牌之後 自己下注這種買A花的半炸虎 但如果我這邊AQ不同花 是不帶梅花的話 我就會想要track 然後選擇track rates 準備在轉牌上面跟它打光了 那有梅花A的我 加上我又不擋掉對方的跟注範圍 所以我下注了5500 3分之2個底持 雖然也是比較大的注碼 那COA的玩家他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換來一張愛心4 雖然讓檯面上多了一個 愛心買後門花的可能 但算是一張blank 我的AQ還是這個排面上的nuts 那也許我翻白相的策略跟思維 所以我在這邊繼續下注了 1萬4 大約70%底持的重注 準備在river all-in我們COA的喝酒大哥 但沒想到 我們的喝酒大哥 這時候 竟然自己推出來了 all-in 4萬多 那我這邊有的nuts 我當然是一個秒扣 開牌後 他有K10不同花 擊中了一個兩對 那當然他還是有out 只是他只有K跟10 總共4張out 不到10%的勝率 也就是我有超過90%的機率 可以讓我在自我排 籌碼就有翻倍成功 那我有辦法頂住這個大幅領先的all-in 就讓我們看到 合牌吧 最後River來了一張 愛心2 沒錯正義 執行 我贏下這個底子之後 存滿也成功翻倍到了10萬大關 那接下來這盒牌呢 是我在UEG的位置 拿到了K10同花 Open的2700 MP1玩家跟注之後 後面全部人都蓋牌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翻牌 Flop牌的KJ9兩張愛心 雖然讓我擊中了一個頂對待卡順 但卻是一個連結性相當高 牌面上也有滿花可能的翻牌 那這麼潮濕的牌面 對上MP1玩家的平跟 就如同我上一手牌所說的 我對上比較會打的玩家 這邊是會全範圍的選擇過牌的 那MP的玩家是一個歐洲年輕小夥 看起來就是個Regular 所以我在這邊選擇了Check 那歐洲小夥想一想 也選擇了Check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轉牌 特朗一張專快2 基本上是一張白板 那這邊歐洲小夥在Flop上面Checkback 它基本上範圍是不會有Q10天順 或者是像是KJ兩隊 或99JJ等Set等組合的 那我這邊頂對待卡順 是準備要來下注拿價值的 因為對手的範圍會有一些 譬如說JQ 10J或是90等一堆蛋白順的組合 繼續下去 因此我下注了4200 半個底池 但很可惜的是MP的歐洲小夥 沒想多久就選擇了蓋牌 接下來最後牌是全部的人蓋牌 蓋到我在8層位置 我看看我的手牌 我玩到了KQ不同花 那這時候 小盲位是空小盲 所以是只有一個獨立大盲的情況 我Open了2700 大盲的玩家看看他的手牌 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p牌的35J不同花 是一個偏乾燥的牌面 那大盲的玩家過牌之後 我在這個乾燥的牌面下注了2200 大約三分之一個底池 希望可以DNA一些EQUITY 但大盲的玩家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特朗一張愛心石 除了讓台面上有了後門花的機會之外 也讓我有個兩高張帶雙頭順的可能 那這邊大盲的玩家繼續過牌之後 我下注了6600 大約60%的底池 那這個下注我是希望打在他範圍裡面 翻牌上跟注的一些A高牌之外 也可以給他譬如說三一隊跟五一隊等壓力 那大盲的玩家想了想之後 選擇了Fall 我成功收到這個底池之後 球馬來到了11萬左右 那最後擺結束過後 蠻蠻奇葩來到了小盲大盲 八百一千六 大盲前注一千六 寫天宣球馬稍微降到了十萬多之後 又來了幾首有我花的手牌 接下來最後牌是COA的玩家Open的3400 把頭玩家蓋牌之後 我在小盲看看我的手牌 玩到了一對五 我選擇了Call 大盲玩家蓋牌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p牌來了379 還有兩張愛心 我過牌之後 所有的玩家想想想 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看來一張頂隊的碟牌 專快九 那這邊因為轉牌上不像Flop 你下注可以達到保護的效果 所以我這邊的一對五 是繼續選擇了過牌 如果我這邊要下注的話 我會比較下注兩級的尺寸 像是如果我有七隊以上的成牌的話 我會下注拿價值 或是如果我有一些 譬如說J8童花 80童花 10J 跟買花等組合的話 我則會下注作為半炸虎 那在我過牌之後 SEO的玩家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合牌 那River來一張黑桃花 基本上這張牌是一張白板 頂多讓對手的A8中了這張River 因為對手在翻牌上Check的話 幾乎就是沒有9以上的對子 像是超隊跟SET等組合 以及一些像是10J 80童花等買順跟買花的組合 也大多都會在翻牌上面下注 然後在轉牌掉的疊牌九 我過牌之後 刀分的玩家如果在這邊 有一些手裡隊或是對子的話 也都會在轉牌上下注 所以這邊走到River 對方的範圍 幾乎就會是像LX 或是KQ KJ等兩高張的 但是我的範圍裡面 會有很多兩張的人頭牌 像是Q10 JQ K10 看牌不會贏A高牌 想要詐譜 把對方的A-Hai 給打掉的組合 所以我這邊只要有任何一對 其實都是可以來下注拿價值的 那我們看到GTO Wizard 這邊的下注選擇 會比較線性 像是如果它有A3 K3童花等三一對 以及對2 一對4 甚至是翻牌前沒有3倍的AQ 都會打一個小的尺寸 拿一些A高牌的價值 那更強的對子 它就會打一個比較大的尺寸 那兩者都會搭配著適當的炸虎範圍 不過我認為 這只是理論上 畢竟EV都很接近 我在實戰上 可以混合在一起 端看對手的傾向 來做一個單一的下注尺寸 譬如說有些娛樂玩家 他們的傾向也不太相同 有一種是 它其實也不管它自己的手牌組合 你打比較小的尺寸 它會覺得很便宜 你可以看一下底牌 所以就可能會亂抓 扣得比較寬 但也有一種 是你打大 它比較不幸 更愛抓的這一種的話 我就可以打大一點 拿取更多的價值 那這次我是下注20%左右的小注 2000 而SEO的玩家想了半天之後 選擇了扣 我打開了我的武衣隊之後 它叹了口氣 蓋掉它的手牌 而我也成功的收下這個底池 講到GTO Wizard 如果是有在深入學習撲克的朋友 應該知道 前幾天撲克圈迎來了一個跨時代的重磅消息 就是線上GTO解算資料庫第一品牌 Wizard 收購了頂級撲克AI公司Ruth 兩者正式結合準備推出一系列跨時代的新功能 這項重大的改版也正式宣告了未來撲克的學習方式 將有巨大的轉變 現在內容我在我FB有寫一篇文章 有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總而言之之後GTO Wizard 不再只是一個GTO的解算資料庫 也不會像是傳統的Solver解算器 需要靠高階的電腦硬體 自行運算許久才能得到答案 而是直接利用Ruth 利用神經網絡式的人工智慧自我學習的方式 讓AI透過了解EV的方式來計算每個組合 並讓AI進行自我深度學習 從數億個對戰結果當中獲取EV最高的解算結果 基本上是在數秒內就能得出任意長期的解算 那GTO Wizard這次改版已經宣布 陸續會推出可以調整各種參數的功能 像是節點鎖定 抽水結構 ICM場景 獵人投賽 奧馬花 甚至將在不久的未來也能夠支援多人池的GTO運算 所以以後撲克的學習方式已經不是我 在整理一堆資料給你了 因為科技的眼鏡跟AI現在真的太強了 而是每個人要知道如何正確地去利用這些新科技的AI工具 如何輸入相對正確的參數 並正確地去理解AI運算出來的結果 然後應用在牌桌上 這將是未來決定一個撲克玩家水平高低差距的關鍵 那就在我今年所新推出的戰勝德州撲克錦標賽 課程中都會緊跟著這些軟體的更新來做出不同的補充課程 目前我的課程有推出上下幾何夠優惠價 有趣的朋友再歡迎加入我的LINE詢問課程喔 那先讓我們回到牌桌上吧 那我這個級別之後就沒什麼火花了 充滿稍微被洗到了接近十萬之後 忙幾個來到了小忙大忙一千兩千 大忙前就兩千 這時候我就拆桌來到了新的桌子 但沒想到一來到新的桌子 我就迎來了一手達到ALL IN的關鍵手牌 那換桌過後的第一手牌是COA的玩家OPEN的4200 那巴騰會的風哥直接推出了ALL IN 七萬多大概三四十個大忙 而我在小忙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AK銅花 那這裡我當然是一個RESHOW反推 但玩家蓋牌之後 COA玩家也選擇了蓋牌 開牌後 巴騰會的風哥 他有K9磚塊 沒錯 三四十個大忙 K9就這樣直接推了出來 看來就是想要跑一把 但這雖然是一個手牌壓住的組合 勝率也是大幅領先 不過我也得成功頂住 才可以收下這個超過15萬的巨大底池 那就讓我們看到牌面吧 FLOB來了70J 兩張梅花 給了任何雙卡順 8跟Q以及9的Auth 但是因為中了Q 我會是上順 所以他的Auth只剩下4張8 以及3張9 那轉牌來了一張 梅花七 對牌面沒有任何影響 他依舊只剩下7張Auth 到達15%的勝率 那最後River來了一張 黑陶J 再次正義執行 我成功頂住了這個跑馬之後 籌碼也來到了18萬大關 那過一圈的這首牌 是BUTTON玩家 OPEN的4000 我在想玩的位置 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玩到了AJ同花 這邊如果是40個大門內的話 AJ不同花是可以選擇3倍的 但比較深的籌碼的話 AJ不同花是可以選擇平跟的 那我看了看BUTTON跟大門玩家籌碼 都比較深之外 大門玩家又是一位老先生 理論上應該是比較被動一點 所以我在這邊選擇了平跟 而大門外的老先生 也選擇了Call 我們三個人看不到翻牌 FLOB 來了KQ10兩張愛心 沒錯 我再次擊中了天順 也是翻牌上面的Nuts 那我過牌之後 大門外的老先生 也選擇了過牌 這時候我只期待BUTTON玩家 可以沾到這個牌面 然後下注 讓我做一個Check Race 不過很可惜的是 他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三個人看到轉牌 特地來一張專快6 讓檔面上有了後門花的可能 這時候我就必須自己 跳出來下注了 那因為我的組合基本上 是沒有擋掉對方的對子 跟注範圍的 因此我下注了12000 大概85%的重注 那大門外的老先生 跟注之後 BUTTON的玩家蓋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River來一張愛心漆 讓檔面上的正門花中了 當然老先生的範圍裡面 會有一些買花的組合 但我的AJ手上有愛心A 也就是他不會有A花之外 再加上大門的玩家 的範圍也比較廣 我的AJ也沒有擋掉 他對子跟兩對的可能 因此我是得繼續下注拿價值的 那我想了想 我下注了26500 大約三分之二個底池 希望他能夠跟一些K或者兩對等組合 但很可惜的是大門外的老先生 想了半天之後 最後選擇了蓋牌 那在連續兩手牌 收下了不小的底池之後 讓我的籌碼翻了一倍 來到了快二十萬左右 那小門大門一千兩千 大門顯著兩千這個級別 也是我們Day1的最後一個級別 那這個級別的最後 我會繼續累積籌碼 還是噴射回去呢 叫我們看下去吧 最白是我在UJI的位置 拿到了KJ童花 Open的4300 全部的人蓋不蓋到 小門外的大媽玩家 他選擇了Call 然後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p來了80Q兩張黑桃 是一個牌面上有天順 而且連接性很高的牌面 那大媽玩家過牌之後 這邊如果是對上小盲的話 我的KJ會比較傾向過牌 因為一來是這個牌面 比較重小盲平跟的範圍之外 二來是我的KJ頂多 就只有一條間的價值 再加上不太需要保護 所以我也跟著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Turn Line的一張 K桃K 讓台面上的正門花中了 再也讓我擊中了KJ兩隊 那小盲位的大媽玩家 這時候跳出來下注了4000 大約30%的底池 那在上面有花跟順可能的情況下 我的兩隊當然就是很標準的選擇 跟著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Riverr也當專快2 那這時候大媽玩家想了想 下注了15000 哇那這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下注尺寸的 當然它會有銅花以及順子 像是A10啊 90銅花等組合 或者是偶爾會有一些88跟KQ等 比我好好的兩隊跟SAT 但同樣的這邊大媽玩家 那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譬如說JQ兩隊啊 或者是一些AX帶一張黑桃蠅等 滿花美中的組合也有可能 畢竟我剛才來製作對它也沒有太多的了解 所以我還是選擇了Call I have 2 pair I have 2 call 那開牌後小盲位的大媽玩家 他有90愛心 一個Flop就中了天順的組合 那我輸掉這個底之後 重買降到了17萬多 那電話後面基本上就是一些 沒有什麼火花的手牌 像是我有一首AJ Open 那Flop是567兩張梅花 Check check之後 轉牌來一張梅花吧 對方下注我選擇了蓋牌之後 接下來呢有一首是JJ 我Open 結果被兩家跟Flop的KQ7 掉了兩頂帽子 我也就直接蓋掉了 那最後呢 我就是以15萬6千的球馬 進入到了Day2 好那這把牌結束之後呢 我們Day1的賽程也告一個段落了 我就以軍馬左右的15萬6千 進入到Day2的副賽 那Day2的忙足級別 會從什麼大忙12000 大忙前就2500開始打起 那他的Day2是真的很早 12點30分就開始了 而且非常搞笑的是 我們這一桌啊 Day2有兩個玩家 在我的左手邊 我不知道他們是記錯時間 記成一點還是怎麼樣 他們Day2一點多才來 所以被洗了幾輪忙 那當然啊 在他們洗忙的過程當中 大家為了搶奪底池裡面的死錢 必須經歷一些心風邪雨 那特別是你們想像一下 當他們在大小忙空著的時候 前面的人有人Open 而我在最後一家 手上拿著AA 這到底會是個怎樣的體驗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那Day2上桌的第一手牌是 UG的玩家Open了5500 全部的人蓋不蓋到我在Button的位置 我看一看我的手牌 我拿到了美國航空 America Airline A6 那這邊大小忙的玩家都空的情況下 我肯定是要選擇3倍了 因為很多的玩家會覺得 我是在利用位置優勢 以及大小忙沒有人的情況下 來做搶忙的動作 所以可能會抵抗比較寬 甚至是4倍回來 那我3倍到了17500 UG的玩家想了半天之後 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ROP來了Q78兩張愛心 UG的玩家過牌之後 我下注了14000 大約1個底池 那UG的玩家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換來當專快5 UG的玩家繼續Check之後 我下注了37500 大約半個多底池 我希望對手除了AQ KQ JQ Q的頭髮等組合之外 他的一些99 1010 JJ 也都可能因為我是利用大小忙 不在搶忙的情況之下 而繼續選擇跟注 那這邊如果他扣之後 我們的後手會剩下不到10萬 River就會是一個all-in 但很可惜的是 UG的玩家想了半天之後 最後選擇了蓋牌 那我成功收到這底池之後 抽買來到了18-9萬左右 接下來這套牌 是HITURE的玩家 Open了5500 我在Cuttle的位置 看看我手牌 玩得到了一對七 那這邊我看了看HITURE的玩家 只有5萬的抽碼 也就是20個大忙左右 再加上 因為剛剛那兩位玩家 還沒有來 他們分別是小忙跟Button 也就是我的後面 也只是他最後一位大忙的玩家 那這邊我看了看大忙位的玩家 他的後手有大概10多萬的抽碼 就是40個大忙 那這種情況下 我是選擇3倍到了15000 如果大忙玩家蓋牌之後 我就準備跟HITURE玩家給打光了 因為這個可以視作是小忙對Button的位置 那最後大忙玩家蓋牌之後 HITURE玩家想想也選擇了蓋牌 我收到這個底子之後 抽碼到了20萬大關 那接下來這套牌 是我在Cuttle的位置 拿到了K6童花 Open了5500 Button位的大叔選擇了Co 後面的玩家都蓋牌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b牌了K68兩張磚塊 讓我擊中了兩對 那這邊我下注了5500 3分之1個底池 巴東位大叔想一想之後 選擇了Co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特朗一張梅花酒 除了讓檯面上有了後門花的機會之外 也讓57跟70中了順子 但基本上這兩個組合 都不太在我們的範圍之中 那這邊我想一想 下注了19500 大約3分之2個底池 原因是因為我在翻牌上面下注的一些 兩張10以上的牌 譬如說10J Q10 都會在轉牌上中了卡順 也有可能繼續下注之外 我的翻牌也會有一些 買正門花跟後門花的組合 所以要是大叔他有K隊的話 肯定是會繼續跟注的 或者是這張9 也有可能讓他 譬如說翻牌上跟注的一些 八九中了兩隊 或是90 翻牌上的滿順 中了9一隊在卡順 而繼續扣 不過很可能是巴東的大叔 想了半天之後 最後選擇了蓋牌 那我說下這個底子之後 籌碼也達到了21萬左右 所以我這次圖一開始 我也很順利的把我的籌碼 從15萬累積到 突破20萬大關 那在下個忙碌前 沒想到大忙 15000 大忙前就是3000 來到之前 我們桌上的兩位缺席的朋友 終於有一個先回到牌桌上 而且這位朋友 一回到牌桌上的第一手牌 就是一手跟我打到OIN的關鍵手牌 那上比賽 我到底有沒有辦法繼續 累積籌碼挺進前圈呢 就讓我們下一集影片再揭曉吧 好那以上就是這影片的內容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別忘了按下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想要觀看更多撲克影片 或是加入會員專屬群組 與我交流互動的朋友 歡迎訂閱下方訂閱旁邊的加入按鈕 那最後不論你是想要打撲克 還是宣布課的朋友 都別忘了先加入我的官方LINE 並追蹤我的IG跟FB粉專 以及DC群組喔 那我是小六 我們下一集再見 出發 最佛小鈴鐺 我們會先不要緊 去到訪點 請我們請給我們 我們訪問我們 开始拍攝 我們去û춰 看不下去 Τav